非洲国家马拉威南部的一条公路旁边 有几个小男孩固定在卖烤老鼠肉 不过在他们遇上曾经获得格兰美奖的音乐制作人之后 生活从此改变了 他们组成了老鼠男孩团体 发行了国际上第一张马拉威语的专辑 2012年登上了亚马逊唱片类第75名 2013年还受邀到艺术节演出 音乐除了改善他们的生活 也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Nelson Joseph跟他们的朋友 在马拉威的公路旁卖烤老鼠肉为生 不过他们的生活将因为音乐而改变 曾荣霍格兰美奖的音乐制作人 将他们组成团体老鼠男孩 在国际上发行两张专辑 改善了他们本来贫困的生活 我们的费用费用来购买栽培 我们的牌制作人 我们的牌制作人 然后就像我 我把孩子们送到第二个学校 使用这些钱 许多人认为老鼠男孩的音乐听起来 有三四零年代美国福音歌曲的风格 但是住在马拉维的他们 没有接触过这种类型的音乐 在没有电的马拉维南部小村落里 他们从小就听长辈和声演唱 弹废金属做成的吉他 敲几罐头做成的鼓 老鼠男孩自创出具有独特活力的非洲福音旋律 他们从很远的村落 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这种音乐是从小的 这种音乐是从小的音乐 他们没有任何外面的影响 所以这种音乐是很远的 出道才几年老鼠男孩已经有了傲人成绩 首张专辑也是国际上第一张马拉维语专辑 登上了2012年亚马逊唱片类第75名 2013年他们也受邀到英国著名的 WOMAT艺术节演出 但是不管旅行多远 他们还是会回到在马拉维公路旁的摊位 老鼠男孩在2014年初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团员们希望可以乘着音乐的梦想继续飞行 老鼠男孩在2014年初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团员们希望可以乘着音乐的梦想继续飞行